嗨 我是Amy 嗨 我是Amy 我們是Amy and Lee 我們今天要來聊 日本很愛節約的這件事 所以是他們的金錢觀 我覺得如果是我們的粉絲 應該是我們在看日本終於節目吧 應該大家對 我發現日本終於節目 超級愛做什麼節約的 對啊 然後一直在那邊吹捧 就是很會什麼利用剩下的水啊 然後什麼很會去 給Kia是4% 他可能去個三間五間 然後都差一點點差一點點的那種 對啊 我還記得以前什麼黃金傳說 會說一餐一百元日幣那種 就一個月一萬塊那種嘛對不對 對對對 所以日本人真的是貌似比起賺錢 更喜歡忍耐節省 欸 台灣照理說就是一直在教你要什麼賺錢 要什麼投資國家 但是日本完全沒有人在教你 日本只會教你怎麼省錢 對啊 難怪他們都不太會賺錢 第一呢 日本到底有沒有錢呢 錢在哪裡 對 你要說他們沒錢 畢竟他們GDP也是 前二不可能達成 但是其餘各國裡面的第一名 對對對 所以呢 這些錢到底要去哪裡呢 非常的簡單喔 錢都被存在銀行裡了 對 沒錯 他們大概有百分之五十以上 就一半以上的資產都是現金存 而且這是銀行裡面看得到的喔 就還不包括你藏在家裡的私房錢的時候 跟美國完全不一樣 因為美國大概是有一半以上都拿去投資了 嗯 很好 但他股票就投資了百分之四十 所以就你看這麼多人存錢存在銀行裡面 那些都是一些用不到的 對 然後他們存款並沒有利率啊 差不多 約等於零利率 然後其實這件事情啊 對於日本國家的經濟並不是很好 他們就有人去計算說過去二十年啊 這個機會損失 造成的利益損失大概有1222兆日元 超級多的耶 就放在那邊不知道要幹嘛 沒錯 而且我另外一個有點嚇到的是 他們就有人在計算啊 爺爺奶奶就是故事的時候啊 然後他們平均算了一下 一個人會帶三千萬日元的現金 就走了 所以大家現在趕快來 然後找一個老人跟他結婚 還有老師我忽然想到一件事 日本人雖然很愛存錢 但是他們很容易被騙 對啊 就是金融詐騙非常的盛行 以及之前有一個女生 她是 哦 我記得 我那時候就很驚訝 因為那個女生她就在網上到處認識男生 就她跟你聊天 然後裝作你的朋友感覺 然後可能才三個禮拜 就跟你說 嗯 我現在就是欠朋友錢 可不可以給我兩百萬 然後那些男生 就直接會給他兩百萬 所以你知道嗎 大家走在路上喔 走在路上 都是這樣可以隨手拿出兩百萬 而且全部都是現金 真的很誇張 然後真的很浪費 他們就是有錢然後都不知道用在哪裡 然後過得很爽的時候 還會被別人那種白眼 對 會被人家說 怎麼這麼浪費啊 對啊 他們其實是有錢的 對 那些錢都用不到 不對 他們是有錢的 只是他們不要用 對啊 他們不願意 他們不想用 他們愛存錢的原因呢 其實我覺得還蠻有趣 第一個原因就是呢 因為大家知道日本有打過仗嘛 所以打仗的時候啊 在打仗時跟打仗完 其實都會需要大量的資金 打仗時需要軍費 打仗完需要復興 對 所以就變成說其實在19 我記得大概三四十年代 對 他們其實國家就有做一連串的 徒序的宣導 對 就是宣導 然後把錢存在銀行裡的話 可以間接的報國 讓我們多國家更好 就是有利用一些 現在我們所謂的KOL 或者是 去用一種比較 匯諧的方式說 欸他怎麼樣存錢啊 他怎麼樣用儲蓄去 把自己家 弄打理得很好之類的 就有點類似現在的那個 綜藝節目 你讓我想到其實日本這幾年來 一直有在提倡 是不是要課稅 對存款課稅 因為存款這個問題 他們宣導過度 早智國民 深信存款 有存款等於富有 這件事情 我前夫也是一個很 可愛純潔 對對對 覺得存錢才是對的 他甚至以說 比我花錢過度 為理由說 要用我的錢 因為他覺得 這樣是幫我存 然後他還說 因為他家也算是那種地主的第三代 他有錢的奶奶就說過 真正有錢的人 是不用錢的人 呵呵呵 真正有錢的人 是用很多錢的人 沒有而且真正有錢的人 是比錢生錢的啊 對對對 真正有錢的人 就是不是說這種 小鼻子小眼睛 對啊 而且你的人生 就是剛才你那個 講的一樣 人生苦短 然後留那麼多錢下來 到底想要幹嘛 所以就會變成說 其實戰爭影響了日本國民的金錢觀 還蠻深遠的 嗯好像是齁 對 可是你看就像奶奶跟我前夫說一樣 會一代一代的穿下去 對 還有第二個原因 是什麼呢 泡沫崩潰 對 泡沫經濟的崩潰 因為其實我覺得這個影響蠻大的 超級大 因為其實在泡沫的時代 他們花錢花得很兇 對那個是唯一日本人花錢兇的時代 對 好可憐喔 他們都好懷念喔 交付十分 可能不錯啦 對 因為那個時候其實我們看電視也常會演嘛 就是他會直接拿那個 剛領出來的一百萬在那邊招進去 對 沒錯 因為招不到 大家都太有錢了 對對對 然後還有 嗯 那個時候就是歌廳啊 舞廳的名牌 就很流行 然後大家就是每一天都活得很開心 當年是連企業都整個人就是覺得 蛤蠻厲害 那個時候 日本公司就流行買美國公司 還有買什麼 買名畫 送波加胖就是有 翻古的巷魚捆 蜘蛛蜊 這麼苦 對啊 然後還在那個 虹霞有一個 國務館 當年那時候還有比如說 公司研修啊 都是去那種 附近堂皇的 對 就是現在還有一點點的痕跡 就是你可以感覺 他們研修的時候都會去那種 想想然後 建得很華麗的那種保養所 他們 花錢如流水 比如說 老師說我想要畫一個動物 可是我畫不出來 就直接帶牠去西州卡 對 真的是有一個花錢如流水 之後 因為經濟就崩潰了 就崩潰了 就是房地產先崩 然後總體經濟就崩 然後很多人就跳樓自殺 因為被套牢 然後我覺得 日本覺得那個時候 就是因為我們花太多錢了 對 他們就會覺得 都是因為我們 就是不知識 對 而且其實 經濟本來就是會上上下下 而且你看 那美國那麼多資金 他們都不學歸 他們都不學歸 他們從來不學歸 他就是覺得反正 掉下去就會再上了 對 現在的錢現在花 對 但我覺得那個時候的日本 其實他們不知道這個東西 有風險 所以就是 國家跟教育的問題啊 我們要結局 對 我們要為了明天而著想 我們不能夠再花錢了 為了明天著想就是把錢存起來 然後還有一個 泡沫真的造成很大影響 就連他們買房的意願 就是一直滴落到現在 對 因為他們就覺得 借錢好可怕 對 因為我周圍 大概我們都知道薪水多少 他們比如說可以借到這樣 然後明天大概只借一半左右 然後我就是那種 還蠻借頂的 我也想要借頂的 而且我都不想還錢 對 當然就是只還利息就好了 而且我也沒有想要住這裡 住一陣子 直接再賣掉 就轉手就可以了嘛 而且其實你看 借錢很好啊 現在通通那麼嚴重 就是表情的債務 跟著通通會減少 這樣不是很好嗎 對 反正他們就是一種 極端的恐懼 他們就是一個被恐懼綁架的一群人 對 對 第三個是什麼呢 第三個是 人口結構的老年 哇 因為其實大家都知道就是 比較年長的人 還是會比較保守 而且他們其實是有受到一部分 就是剛剛那個儲蓄宣導 儲蓄宣導 所以就會比較相信說 啊錢要存在銀行裡 然後要用現金拿著這樣 因為他是一個老人 所以他就會有點害怕說 那他之後會生病 然後沒有儲蓄 然後沒有儲蓄 而且他們也都有買醫療保險 對啊 他們不是之前就有在說 你老貨至少要兩千萬左右嗎 對對對 但問題是你看他們就看 平均就已經三千萬 加蓄了他們就可能 但是事實證明其實大家都超不了千萬 然後就 就走了 大家都不消費之後 整個景色就很差 對 所以其實 國家也叫做一般的 真的是應該多一點人 這種人 對 刺激內需 對對對 另外一個有名的金錢館叫做 錢是髒的 對 他們真的覺得錢很髒的耶 真的 真的 就是不能夠拿出來這樣 沒錯沒錯 然後也不能夠說你喜歡賺錢 沒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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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